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飞 不认激动 回去 刚才给他们打扫卫生了 里里外外家里都打扫了一下 哎呀又跳了几下绳 说实话就是这样 然后还是活动活动啊 挺好的 然后的话就是说 放他们出去玩了 但是呢 这俩狗已经回来了 这愚蠢的笨们啊 直到现在啊 还没有回来啊 真的是 真的是醉了 本来今天要停更一天啊 为啥今天要停更一天呢 因为明天这个 有点事啊 明天家里有点事 就是飞飞的这个 娘家那边嘛 要到我们这边来送善啊 就是善 对吧 要来送善啊 不知道大家那边都有什么 对吧 有没有这样的习俗啊 就是这样 就是五六月份吧 就是女方家要来男方家 刚结婚第一年嘛 要来送 以前古代说送善子嘛 就是这样 就是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嗯 所以今天 要把家里面的卫生给打扫一下 给搞一下啊 把毛孩子们这里面啊 也要搞得干干净净的啊 等到杨 杨飞这边家里面的人来啊 因为他父母没有来过我家嘛 一次都没来过啊 就是这样 要把毛孩子这里面 垃圾桶啊 全部都倒掉啊 搞得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那别人来了 看到了 心情也会愉快 是不是 也会说 哎 这几个狗养得不错啊 如果说拉里拉遢的 到时候真的是 印象不好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明天飞飞 可能上午 下班之后啊 也会赶回来啊 到时候我们就 对吧 一家人要坐在这里 聊聊天 说说话啊 是这样的 两家人嘛 就是这样 嗯 笨笨的呀 笨笨木给人盖一块 啊 他都不准备回来了 是不是 那里二十大乡的呀 看这个小花和小黑的这个 脸庞啊 好像是挺无辜的啊 小花说我也不知道 哎呀 这笨笨还不回来 我们没跟他一起啊 哎 说草草草草草到 哎 还照会来的 愚蠢的笨笨 你忘了了十分钟给外头 我卫生都大错忘了啊 我发现每次啊 只要笨笨回来啊 小黑都会问问笨笨的小鸡鸡啊 不知道意思是检查一下出轨了没有啊 哎 他又问问小花的小鸡鸡 哎 他现在又在低头在看笨笨的小 小鸡鸡啊 真的是醉了 小黑 你是不是有特殊的癖好啊 我觉得你还是该一下了以后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他笨笨回来了啊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给大家看一下 嗯 然后 等一下还要去楼上啊 这楼上的卫生也要搞一搞 搞得干净一点啊 万一他家里人说去楼上参观参观 那个楼上的这个三只狗啊 到时候楼上太脏肯定也是不行的啊 是这样的啊 搞一搞啊 搞一搞 搞得干净一些啊 小贝 然后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楼上啊 然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个谁啊 这个小贝啊 小贝 我感觉小贝很激动的 来过来 我摸一下 哎呀呀呀呀 小贝激动的 不要不要的啊 就是这样啊 棒的很啊 小贝是最棒的一只狗啊 毛豆啊 也摸一下 哎呀 明天好好表现 万一楼上有人来看啊 淡定点啊 不要激动啊 还有黄豆 哎 黄豆也摸摸 哎 黄豆也摸摸 好 黄豆也摸住了啊 啊 看一下楼上的卫生怎么搞啊 啊 那边估计要接水冲一下啊 嗯 给他们冲一下 拖拖地吧 冲一下 大家觉得怎么样 时间患 哦 哦 啊 吗 还 还 上 好 小北标签最后啊 借收拍照 去借收的地上 弄好了 已经弄好了 这个80%了 哎呀 我天啊 这几个小家伙 舒服的要死在旁边偷看啊 大家看我的脸上啊 汗啊 汗珠一滴接着一滴 一滴接着一滴 哎呀 我的天 都是为了毛孩子啊 为了毛孩子生活环境啊 给他们搞得干净一点 咱呢 这个天动一动就出汗啊 嘴起来了啊 好嘞给啊 在楼上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还稍微有点湿啊 只要晒干了就好了啊 就是这样 晒干了就可以了啊 哎呀 我的天哪 待会那个垃圾桶啊 要给倒掉去啊 喝水吧 喝水吧 刚才占用了一下 你们的垃圾桶啊 哈哈 你别把我呀 我的天哪 占用了一下你们的水桶啊 刚才说成垃圾桶了 我也是醉了 等一下啊 这边接好了就可以了啊 这个小黄豆 嗯 好了好了 把水给他们都加满啊 啥不能啥不多 水得水得多 对不对 黄豆啊 对不对 给大家表演一个 要不要表演一个啊 这粘是啥探进去了啊 试一下 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黄豆花我猛穿了 啥搞的 涼快吧 黄豆 黄豆花老涼快 了对不对 老涼快了啊 黄豆要不要试一下 来吧 黄豆 哈哈哈哈 黄豆花你欺负我嘞 嗯 好 好 哈哈 来吧 哈哈哈哈 差点给黄豆翁进去啊 她的脸 哈哈哈哈 嗯 黄豆花我不敢喝水了 这阿肥太坏了 小贝 哈哈哈哈 来小贝 哈哈哈 都翁不进去啊 他俩不不太容易 吻进去啊 哈哈哈哈 一吻就弹啊 就是这样 只有这个小家伙可以啊 来 再来一下好不好 哇 哈哈 好了好了 亮块亮块啊 哎 让他凉快一下啊 阿飞 我绝对没有恶意啊 主要实在是我太热了啊 这个汗呢 刺溜刺溜的 刺溜刺溜的 我实在太热了啊 所以想着他们也会热啊 想着给黄豆降一下暑啊 就是这样 挺好玩的啊 然后的话 这边卫生已经给他们全部搞干净了啊 明天哪怕来人啊 对不对 也不会说啥呀 不会说咱这个楼上搞的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啊 毛孩子生活也可以啊 生活的也比较舒服一点啊 就是这样 我说到没毛病吧啊 小家伙们 就是这样啊 准备吃饭吧 好不好 小贝表示赞同啊 走了过来啊 黄豆 要不要吃饭 毛豆 要不要吃饭 要的啊 上面给你们弄的这么干净啊 这个保洁费发一下啊 毛豆是残疾优先照顾啊 五十块钱 小贝比较健全啊 一百块钱啊 这个黄豆又是男子汉 对不对 两百块钱啊 黄豆说就我小啊 就我交的管理费多呀 这家太坑了啊 这家物业太坑了啊 不住了啊 黄豆说这家物业太贵了啊 住不起了啊 对对 黄豆说你把我肉卖了 也不止两百块钱呢 对不对 这样啊 好了好了好了 然后给他们吃饭啊 哎呀 然后他们在吃饭啊 不行了 我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了 实在太热了 哎呀 然后我要把那个啥 把那个垃圾桶啊 给倒掉啊 把垃圾桶倒掉 还要再上来一趟啊 那不吃了黄豆啊 我就给你倒垃圾去 你个家伙 吃吧 然后把垃圾给倒掉了 好了 现在垃圾已经倒掉了 哎呦上来了 哎呦 你这家伙弄豆的很啊 你是不是弄豆的很啊 我给你洗了洗了烟 熟不熟不熟 美滋滋啊 啊 明天要不要下去 标签标签标签 明天 啊 呵呵呵 怎样啊 这个小贝总是最后一个吃饭 大家发现没有 小贝最后一个 啊 没得很 没得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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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嗯 我的 好 好 好 我给了 嘿嘿 哎呀 尽我所能啊 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啊 我说对不对 呵呵呵 总是不自觉的 就想低溜他以下啊 这家伙真的 呵呵呵 一脸蒙圈 一脸蒙圈 小姜 也只有他能这么低溜 呵呵呵 乖乖的啊 今天视频估计有点短啊 但是给毛孩子做的这件事情 给他们弄干净了啊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觉得呢 就是这样啊 大家觉得阿飞说的对不对啊 给你们弄的干干净净了 舒服不舒服啊 这上面弄干净了 一会儿风 给这里吹干了就好了啊 是吧小贝 一会儿吹干了就好了 美滋滋是不是 哎呦 哎呦 是不是 哎呦 小黄豆 怎么这么黄 黄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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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黄不黄 蛋蛋在哪 要摸摸 没蛋蛋了 怎么 我吵这家伙没蛋蛋 我呢 好了 跟大家说再见吧 今天视频有点短 再见 明天见 妈蛋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